二战时期 一场骇人听闻的鲨鱼吃人事件 震惊了全世界 上千人在海上漂浮了整整四天 上百人遭到了鲨鱼的吞噬 这也成为史上最严重的 杀人吃人事件 这也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海难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让我们一同穿越回二战时期 探寻这起 杀人吃人事件始末 1945年7月16日 二战已步入尾声 刚刚大修完的 印第安娜波利斯号巡洋舰 接到了一项绝密的任务 运送一件神秘的货物 从美国本土到太平洋关领岛 而这艘波利斯号巡洋舰 是二战时期最后一艘 被日军击沉的大型军舰 属于独苗了 该军舰于1932年下水服役 排水量也是万吨级别的 是美国海军的旧瓦 它不仅体型庞大 其搭载的动力系统也极为强大 舰上八台锅炉和四台蒸汽轮机 为其提供强大的动力 使其最大的航速可达32节 并拥有惊人的续航能力 作为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旗舰 它在战场上屡战齐功 不仅荣获战斗之星成号 就连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也曾乘坐该舰走访 由于此次任务属于最高级别的绝密行动 全程没有货航舰保护 为防止信号拦截 波利斯号一直保持无线电静光状态 也就是只能接信号不能发信号 整个船员中只有舰长麦克维知道其中引擎 而那件备受保护的神秘货物 正是后来震惊世界的 在广岛引爆的原子弹 小男孩 7月30日原子弹被送往目的地 稍作修整后 该舰又被派往了菲律宾的莱特岛 看似一次普通的派遣任务 但船员们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将遭遇一段噩梦般的旅程 莱特岛距关岛大约2000多公里 按照原计划 波利斯号28号离开 预计三天后就将抵达莱特岛 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后 美日两国多次进行大型海战 虽然当时日本海军名寸失望 但据美军掌握的情报来看 日军还有四艘潜艇在附近 海运出没 正因如此 当时没有一艘大型军舰 赶在没有护航舰的陪同下 独自在这片海域执行任务 然而波利斯号无所畏惧 在他们看来 日本投降已是时间的问题 而关岛附近又是美军的大本营 根本不用那么谨慎 于是舰长麦克维按照原计划航行 起初两天风平浪静 但到了第二天晚上 当麦克维准备休息时 日军潜艇悄悄出现在附近海域 一开始日军潜艇也产生困惑 这么大的军舰为何独自航行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迟迟没有动手 等再三确认没有其他舰船之后 日军潜艇果断开火攻击 由于波利斯号没有配备生炸设备 它们根本没有察觉到日军存在 6枚95型鱼雷呈扇扇形冲向美军 即便波利斯号采取舌行走位 但由于其庞大的体型 也难逃被击中的命运 在被两枚鱼雷击中箭身后 爆炸带来的连环冲击波 彻底撞开了水密隔舱的装甲 连禁关系12分钟 军舰就彻底沉没 此时日军潜艇早已留置大吉 在波利斯号沉没时 舰上有300多名船员 与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另有900名船员穿上了救生衣 挑战求生 遭此横祸 但这些人毕竟生命无忧 而在沉船之前 舰长麦克维 早已经通过无线电 发出求救信号 本以为救援舰很快就会抵达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尽管有三处美军基地 收到了求救信号 但他们却没有向士谷地 派遣一人一船 来咱们看看美军基地 接到求救信号的离谱操纵 第一个基地的官兵 因为喝醉了 根本就没有看到信号 第二个基地的官兵 看到了信号 向长官报告 却被长官也不要打扰他休息为由 赶了出去 这就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机 第三个基地则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 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即便他们没有收到信号 那驻扎在莱特岛的美军 也应该意识到 玻利4号迟迟未抵达 可能存在危险 但事情就是如此的凑巧 莱特岛的美军 没有收到玻利4号 已经出发的消息 这就很令人费解 按照正常的流程 玻利4号启动时 美军就应该提前通知 莱特岛的美军 但当时不知出于某种原因 就是没有人知道 玻利4号已经出发的消息 在这一系列的机缘巧合 和意外交织下 最终酿成了这场 被美军定在耻辱柱上的 海战事故 跳海的船员在海上飘了4天 他们只能依靠救生阀 和汽油桶求生 由于没有淡水 没有食物 很多人因为脱水 而失去了生命 还有很多人因为伤口感染 相继牺牲 而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由于大量尸体漂浮在海面 血液随着海水扩散 血清味将附近5公里的鲨鱼 吸引了过来 原本平静的海面 瞬间变成了鲨鱼的屠宰场 有人被整个拖入了海底 也有人被咬断四肢 甚至还有人被直接啃成两半 轻可见 海水已被染上了红色 在如此的折磨下 即便是幸存者 他们的精神也激进崩溃 在经历了飞人的折磨后 原本庞大的舰队只剩下300多人 鲨鱼群也在吃饱喝足后离开了 留下他们在海上自生自灭 就在船员门陷入绝望之时 一架美军侦察机 恰好路过事发地 驾驶员在海上发现了 有一条下场的邮寄 在飞行了五公里后 终于发现了这些 奄奄一袭的船员 侦察机迅速飞往附近的 美军基地报告 美军这才想起这艘 玻璃4号 随即派遣舰船前来营救 最终这艘原本1200名船员的 军舰只剩下316人 船员被救后 本该大肆报道的 鲨鱼吃人事件 美军却只字不提 1945年8月16日 美国在广岛投掷 小男孩原子弹 数以万计的日本人 被夺去了生命 十几天后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世界各地都在欢呼 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美国更是进行大肆报道 此时玻璃4号的新闻 才被悄悄放出 但不出意外的话 无人关注这则新闻 然而事情总该有说法 军舰被炸 军人死亡 当时为什么没人去营救 尽管战争已经结束 但总该给死去人一个交代 这一连串疑问 让美国将领头疼不已 就是因为他们疏忽 才导致了这起悲剧的 但是他们就是不承认 只能将责任 推到了麦克维舰长上 就这样 麦克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对 舰长麦克维 也是316人的幸存者之一 对他的审判理由 是未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导致战舰陷入 危险的境地 并且受到危机后 没有下令及时 弃船逃生 从而导致800多人遇难 麦克维也成为美国海军 唯一一个 因为沉船事故 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舰长 但这种 找替罪羊的方式 太过明显了 好在大多数人 还存在着良知 幸存下来的船员纷纷表示 舰长麦克维没有任何过错 为了救队友 他是最后一个逃离战舰的人 其次 日本人也表示 在扇刑发射装置前 任何躲避线路都毫无作用 即便有对手出面作证 最终还是判决麦克维负主要责任 这个判决让他的军事生涯蒙上了污点 1949年 麦克维不得不宣布退役 自退役后不断收到各种恐吓信 这些都是来自遇难者家属的 他们认为麦克维就是杀人凶手 要求严惩他 在如此的巨大心理精神压力下 1968年11月6日 麦克维在自家草坪上引誕自尽 此消息一出 幸存船员大为震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曾经鼓励他们活下去的舰长 却落得如此下场 为了讨回公道 他们开始四处搜集证据 为舰长伸冤 在不断努力下 终于美国国会免除麦克维的主要责任 并且恢复他的名誉权 麦克维的遭遇和玻璃丝号一样 他们都是保卫国家的功臣 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极为凄惨 世界和平来之不易 希望我们加倍珍惜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的节目